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CAMBA在打造网站的功能 CAMBA本身在製作网站的部分 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就是透过一般的CAMBA专案 然后发布网站 所以呢 您可以使用之前使用的 简报 影片 新制图等 通通都可以 一般的CAMBA专案 你在发布的时候 总共有提供四种网页的风格 包括简报式的 卷动的经典导览和标准的 这个部分待会我们会 直接操作给各位看 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比较专业的 也就是说 您可以 直接制作出 Dolid这种响应式网页 设计的网站 它可以依据不同的 装饰自动调整网页 再来就是CAMBA这种专业式网站的发布方式 跟Google协作平台 很类似 首先就是 你在发布的时候 你可以使用CAMBA本身所提供的免费网页 或者是 跟你自己申请的网页 绑定在一起 当然后者这个部分呢就是需要 CAMBA的付费方案才可以 那第二个呢是 如果未来要更新网站的内容 之后 你必须要重新编辑这个设计 然后再重新发布一次 最后呢它也有提供网站的流量分析 事实上其实 只要你是CAMBA的专案 不管是哪一种 那其实它都有提供流量分析的这个部分 那了解了CAMBA两种 制作网站的方式之后 我们现在就实际来操作看看 我们以这个合同班的DM章案来说 你只要从上面的分享 就可以看到 有一个网站的类别 在这里呢你就可以看到 这里有四种 网页的风格 那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它的呈现方式 简报应该是大家最熟悉的 打开之后你只要在网页的右手边 或左手边 只按一下 就可以切换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卷动的部分 那卷动的话呢就跟我们 一般的网页比较接近 它会用垂直的方式来呈现 当你切换到第二页 切换到第三页 这个时候 内容就会像这样呈现出来 接下来经典导览和标准就比较接近 它会在网页的上方 有这个 专案的名称 在它的右手边 这会有 每一个页面的连结 所以你按一下 它就会切换过去 这个就是我们使用一般的 Kemba 章案 它所呈现的 几个网页的风格 现在呢 我们来看看比较专业的 网站制作方式 在Kemba 里面 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个配比 就是针 对网站的部分 那您可以看到呢 我们在这边可以选择 很多种不同的网站的风格 跟它的 范本 那你也可以直接往下 看到哪一个你比较喜欢的范本 就直接用这样范本去修改 我们以这个范本的内容来说 那建议你第一次 进来的时候呢 可以选按下面这个 把页面的检视打开 这样的话 你可以比较清楚的看到 我们现在这里面呢 就有 一个页面 那么它的范本里面 其实有很多 所以你看 我们点没有范本 它可能里面就有不同的 一些内容 你可以直接采用 而且在左手边这边 你可以很方便的 去 操用不同的范本的 配色 这样一点 马上就可以改变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如果你已经编辑完成之后 你可以看到 在右上角这边 会跟我们一般的 KEMAR专案不一样 它在这边有预览 也有发布网站的功能 你可以从上面这边看到 在一般 电脑上所呈现的样子 以及在行动专制上 它所呈现出来的效果 那么在上方呢 你还可以看到 要不要包含导览 好那导览览就是我们上面这个 所谓的选单 那如果OK了 你可以直接按右上角的发布 你可以先关闭之后 再回来调整 那关于 导览列的选单部分 这边说明一下 就是 你要实定 选单上的 名称 你可以按一下 这里 设定 它的 页面的标记 那么我们刚刚请大家 打开这个页面 解释 就是因为 平常如果你在这样的状态之下 在这里其实是找不到 页面标记的设定 一定要进入到我们页面评室这边 在这个地方直接去编辑 那么 它的选单 就会以这个名称 为主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在CAMBA 里面 怎么样进行 发布网站的动作 首先呢 你可以到右上角的 发布网站 在这里你可以选择 要不要包含导览 现在我们进到 第二个步骤 你可以看到 这边就是我们刚刚所说明的 网页名称 还有你的网站的说明 如果没有问题 我们就按下来发布 那他就会开始把我们的网站 直接 送到刚刚的网址里面 现在就已经完成了 我们就可以透过这边 来直接 检视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 我们上面这里的网址 就是跟我们刚刚所设定的一样 那导览列的部分 在右上角 所以你透过这个地方 就可以跳到 不同的 网页的内容 当你的网站呢 已经发布了之后 Cama会提醒你 你如果要再继续编辑这个网站的内容 你必须要从右上角这边的编辑设计 点进去 那编辑完成之后 需要再做一次发布的动作 才会把 你的 网站内容更新 这个方式跟我们使用Google 写作平台是一样的 在这边呢 我们补充一下 在Cama里面 如果你使用的是这种专业的网站 它也可以设定我的最爱的图示 也就是一般我们在网站上面呢 您可以看到 标签列上面会有这样一个小图 那这个图呢 您可以使用JBG 也可以使用PMG 最小就是180x180 最大就是280x280像素 在这里我们也来说明一下 你在制作这种Cama专业网站的时候 可能会遇到了几个问题 首先 第一个是 你可以发布几个Cama的网站 如果你是使用Cama的免费网易 那效率版的话呢可以发布 无限量的网站 如果你是自己付费的 网易的话 付费版就是5个 交易版最多就是1个 那第二个就是 如果你想要 更换刚才我们所设定的支网易名称 你可以从 账号管理这个地方 进到 这里有一个网易 那您就可以从这个地方呢 进行 网易名称的修正 或者是删除 那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你是发布第2个 第3个网站的时候 我们刚刚有提过 最前面的这个 直网易 是第1个网站 他所使用的 那么之后 你有其他的话呢 就是在他的后面 再加上另外的 赤网易的名称 这样子的话呢 您就可以增加 无限多个 其他的网站发布 最后呢 补充一下 其实写这篇文章 我有用了AI来 作为辅助的 功能 那首先我就利用AI 先帮我列出 写Cama网站制作的 大纲 他其实列得还不错 节省了很多的时间 那接着呢 在标题的部分 我也请他帮我列出 请来做参考 因为平常如果自己写文章 其实对于网站的 文章标题 有时候确实要思考 花一些时间 那么透过他的帮忙 确实我们就可以 从里面挑一个 比较喜欢的 再来修正 就好 很多 那最后呢 其实我也发现了 用AI 要介绍这个Cama网页发布的功能的时候 他真的就是 没有的功能 就通过到他的 内容里面去 所以这个呢 其实就是 未来我们在使用 这样的AI辅助的时候 要自己去判断的